字幕提供 今天我要介紹 我們頻道後台兩個重要的數據 有關於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 質量好壞以及我們的 觀眾喜好的程度 然後作為你們以後發新影片的依據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喔 首先我們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後台 YouTube工作室這邊 點下去 YouTube工作室這邊有一個影片 有一個影片 這邊 進來 數據分析這邊可以點 數據分析以這邊右下角點顯示更多 這裡面會比較熱門的它會放在前面 像我隨便點一個 如何將耳機代替電腦麥克風 這邊有一個查看數據我們進來點 進來這邊有沒有你們自己往下滑 這個 觀眾序看率的下面有一個顯示更多 這邊 這個地方就是代表你的影片的觀眾喜好的程度 像我們的影片開始一直放 他這邊有一個幾趴幾趴的意思就是說 剩下有多少人在觀看你的影片 上面這一個幾分 上面是幾分幾秒 的時候 剩下下面的是 觀眾 觀眾 剩下74%的觀眾 還在觀看你的影片 好像我這部影片 掉觀看率的數值是還好 到最後大概剩下 有一半的人已經把影片關掉了 這個這個數據是非常重要 就是代表說你的影片 做的好不好就是在這個地方 最好是 維持在七八十以上是最好了 一直看到後面 阿這個很難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一直到後面都是非常慘 像我的影片到後面剩下30% 這樣子 那有的數據掉的特別快的話 我們就要去想說 為什麼某一段掉的特別快 然後去修改我們的做影片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個數據也非常重要 這個是第二個是相對觀眾去看率 這個相對觀眾去看率就是說 你做這支影片一定會有跟你一樣的 其他頻道跟你做類似題材的 的相對去看率 像我這支影片就是高於平均值 幾乎都高於平均值 只有到後面 2分40秒開始掉下來 之後還好 後面都是高於平均值 阿這樣子我這支影片的話 會比較容易被YouTube YouTube推薦到其他還沒有訂閱者的首頁裡面 所以你們盡量把這個東西拉高 就是你們想辦法把你們的影片的數值提高 比如說你這邊突然掉下來 你就去看 這邊就可以播放到 看你到幾秒到幾秒的地方有出現問題 然後你就去想說這個地方是要做以後 製作影片的時候要去怎麼去修正 然後當作你以後提升影片品質的原因這樣子 這兩個數字是非常 這兩個數字 觀眾去看率跟相對觀眾去看率 一個是 這一個是你的 就是來看你影片的人 到底是怎麼樣觀看你的影片 有的人可能看了一分多鐘 他就他就關掉了 阿代表說你的影片是沒有意義 他有可能看你看覺得只是標題或是封面吸引你 然後他就點進來 然後後面的相對觀眾去看率就是 這個就是跟你同行好像同行競爭有沒有 你的影片跟別人的影片做綜合性比較 這個綜合性比較最好是高於平音質是對你有利的 對你的頻道未來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那你們盡量就是把影片做好做漂亮一點 然後裡面內容要讓觀眾學到東西 或是得到讓人家覺得看你的影片很高興很開心 這樣子就成功了 好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右下角按下訂閱或是按下讚 好我們下次見